从零到一 彼得蒂尔作品 互联网时代创业者必读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李敏博奖 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 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 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 当然 照搬他人的模式要比创造新东西容易 做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的事 只会使世界发生从一到n的改变 增添许多类似的东西 但是 每次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 会使世界发生从零到一的改变 创新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 创新发生的瞬间也是独一无二的 结果新奇的事物诞生了 美国的公司如果不在艰难的创新上进行投资 不管现在有多挣钱 将来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我们对已有业务进行调整 获取了它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会怎么样呢 尽管听起来不可能 但答案似乎比2008年的危机更糟糕 今天的最佳方法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死胡同 而最佳途径是未经尝试的新路径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私营还是公共机构 管理体系都极为庞大 寻求新的途径就像是希望奇迹出现一样 事实上 如果美国的工商企业想要成功 需要成千上万个奇迹的出现 这实在是太让人沮丧了 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除外 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物种 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我们称这些奇迹为科技 科技是神奇的 因为它能让我们事半功倍 将我们的基础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动物受本能的趋势 可以建造蜂巢等 但是只有人类能够创造新事物 想出新方法 人类决定建造什么 并非基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选项 而是通过创造新科技 重新改写世界历史 这是我们教给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基本常识 但是在这个不断重复已有成果的世界中 它却很容易被人遗忘 从零到一一书 是关于如何创建创新公司的 主要基于本人作为 佩佩尔和帕兰提尔公司创始人 以及Facebook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 上百家初创公司投资者的经验写就 虽然我注意到许多模式 书中也有所涉及 但是本书绝非成功秘籍 创业秘籍并不存在 因为任何创新都是新颖独特的 任何权威都不可能具体规定如何创新 事实上 我注意到一个最为重要的模式 成功人士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发现价值 他们遵循的是基本原则 而非秘籍 此书源于2012年 我在斯坦福大学所教授的一门 关于创业的课程 大学生可能闲于几项专业技能 但是许多人从未学过 在广阔的世界中如何应用这些技能 我教授此课程的主要目的 就是帮助学生超越学术专业设定的路径 开创广阔的未来 我的一个学生布莱克·马斯特斯 记下了详细的笔记 在校内外广为传阅 在《从零到一》一书中 我和他一起对笔记进行了修改 以适合更广泛的读者阅读 相信创新的未来 不会只限于斯坦福大学或者硅谷 从零到一 彼得第二作品 互联网时代创业者必读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李敏博奖 第一章 未来的挑战 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 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在什么重要问题上 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这个不绕弯子的问题 听上去很容易回答 其实不然 他挑战智力 因为每个人在学校 接受的知识 都是以被肯定的 一定被人赞同 他也挑战心理 因为每个努力去回答的人 都必须说一些 他们明知道 并不为众人认同的看法 这需要勇气 出彩的回答很少 相对于智慧 这些想法缺少的更是勇气 通常 我听到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体制 存在弊端 亟待改革 美国是非凡的 世界上不存在上帝 这些回答都不好 第一和第二个陈述 可能是对的 但有许多人 已经表示赞同了 而第三个 只简单套用了 常见辩论中 一方的观点 好的回答 应该按照下面这种模式 大多数人相信X 但事实 却是X的对立面 我之后会在本章 给出自己的回答 那么 这个反主流的问题 和未来 有什么关系呢 从小处看 未来只是 还没有到来的 时刻的集合 但是 真正使未来 如此独特 和重要的 并非因为 未来没有发生 而是未来的世界 会与此刻不同 这样看来 如果我们的社会 在之后一百年 都没有发生变化 那未来 就在一百多年之后 如果在之后十年 世界改天换地 那未来 就触手可及 没有人能精准地 预测未来 但我们知道两件事 世界 必然会变得不同 但变化 必须基于当今的世界 针对这个 反主流问题的 多数回答 都是对现在的 不同看法 而好的回答 应该尽可能地 使我们看到未来 从零到一 进步的未来 我们期待的未来 是进步的 进步可以成两种形式 第一 水平进步 也称广泛进步 意思是 照搬仪取得成就的经验 直接从一跨越到N 水平进步很容易想象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是什么样 第二 垂直进步 也称深入进步 意思是 要探索新的道路 从零到一的进步 垂直进步 较难想象 人们需要尝试 从未做过的事 如果你根据一台打字机 造出了一百台打字机 那就是水平进步 而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机 又造出了一台文字处理器 那你就取得了垂直进步 从宏观层次看 可用一个词 代替水平进步 即全球化 把某地的有用之物 推广到世界各地 中国是全球化的范例 它的二十年计划 就是成为今天的美国 中国已经直接复制了 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 十九世纪的铁路 二十世纪的空调 甚至整个城市 也许这种复制 可以使中国在建设道路上 少走几步 比如不用安装路上线路 直接实现无限通信 但是这依然是在复制 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即科技 近数十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已经给硅谷冠上了 科技之都之名 但科技不仅限于计算机技术 任何新方法 任何可以使事情 更易完成的方法 都是科技 这才是对科技的正确理解 因为全球化和科技 是不同方式的进步 它们可能同时存在 也可能存在其中之一 或是都不存在 例如1815到1914年间 科技迅速发展 全球化也快速蔓延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 科技发展快 但全球化速度缓慢 从1971年开始 全球化加快 而科技发展只局限于 信息技术领域 在全球化的时代 不难预见 在未来数十年中 世界会更加一体化 更加趋同 甚至连日常用语都显示出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认为科技时代已经结束 例如 所谓的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 表明发达国家 已经获得了能够获得的一切成就 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只需要奋力赶上 但我并不认同 对于上文的反主流问题 我的回答是 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未来 由全球化决定 但事实是 科技更有影响力 没有科技创新 也许中国能源产量 在未来二十年会加倍 但造成的空气污染 同样也会加倍 如果印度的亿万家庭 也都像现在的美国家庭那样生活 只用现代工具 结果也将是对环境 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旧方法 去创造财富 那么创造的就不是财富 而是灾难 在资源稀缺的今天 丢掉科技创新的全球化 不会长久 历史进程中 从不会自然出现新科技 我们的祖先 生活在一成不变的零和社会 在那个社会中 成功意味着 从别人手中掠夺财物 占为己有 他们极少去创造新的财富来源 长远来说 会导致物资匮乏 人们生活艰难 从原始农业生活开始 到中世纪有了风车 16世纪发明了天体观测仪 人类社会 上万年的时间 仅有零星的进步 直到18世纪60年代 蒸汽机出现 再一直到1970年左右 现代世界才突然经历了 一连串的科技进步 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继承的社会 比之前任一代人 所能想象到的都更富足 没有一个世代 像20世纪60年代末 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希望 这种进步可以持续 他们希望一周只工作四天 能源便宜到不需要计量 度假可以去月球 但这些只是想象 智能手机使我们忽略了周围 也使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事物 有多陈旧 只有电脑和通信 自20世纪中叶取得了巨大发展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父母那一代 对更好未来的期待是错的 他们只是错误地认为 这种美好的未来会自己到来 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创造出新科技 使21世纪比20世纪更和谐 更繁荣 创业思维 初创公司往往是新科技的诞生地 从政界开国元勋 到科学界的英国皇家学会 到商界的非照半导体公司的叛逆巴图 人们肩负着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 而聚成小团体 对小团体这种现象 最简单的解释很消极 因为在大组织中 发展新事物很难 而单打独斗更是难上加难 官僚阶层行动迟缓 效率低下 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冒险 在功能极端失调的组织中 想要获得晋升机会 告诉别人 你在工作 比玩起袖子做事更重要 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就是这样 你应该现在就辞职 从另一个极端说 如果舍弃团体 一个孤独的天才 可能会创造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 却不能创造出整个产业 初创公司遵守这样一个原则 你需要和其他人合作来完成工作 但也需要控制规模 使组织有效运转 从积极的角度说 一个初创公司 就是说服一群人 一起规划并铸就新的未来 一个新公司最重要的力量 是新思想 新思想甚至比灵活性更重要 而规模小 才有思考的空间 这本书提出了在创新之路上 获得成功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它并不是一本指南 也不是单纯提供知识 而是一场思维运动 而恰恰每个初创公司 都不得不做这场思维运动 质疑现有观念 从零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 从零到一 彼得第二作品 互联网时代创业者必读 有声书 由中信书院出品 李敏博奖 第二章 像1999年那样狂欢 第一章提到的反主流问题 在什么重要问题上 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直接回答 我们可以一步步入手 从基本的问题开始 相对于几乎没有人认同的事实 大家都赞同的观点是什么 尼采曾在精神错乱前写道 个人发生精神错乱很少见 但对群体 政党 国家 时代而言 精神错乱却很普遍 如果你能识别出那些 不切实际的大众观点 你就能看到 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反主流事实 思考一个基本命题 企业的目的就是盈利 不是赔钱 这一点 对任何有思想的人来说 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人们并不能清楚地领悟到这一点 当时的任何损失 都可以视为对未来发展所做的投资 传统的新经济观念 将网站页面浏览量 视为比利润更权威 更着眼未来的财务衡量标准 其实 当我们回头看时会发现 传统观念通常都是武断而错误的 每一个错误的传统观念 都像破灭的泡沫 但是泡沫破灭了 它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却没有消失 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 是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 最大的泡沫 人们从中获得的教训 决定了 也扭曲了人们今天 对科技的所有观念 想要对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问自己 对过去了解多少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 20世纪90年代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片繁荣 前景看好 而到了年代末 互联网却由胜转衰 不过那之前 也并非像我们追忆中的 那么让人乐观 在90年代末 那18个月 1998年9月 到2000年3月里 我们完全沉浸在网络的世界里 将全球化发展 抛到了九霄云外 1989年11月 柏林墙被推倒 90年代一史 就令人精神振奋 但是好景不长 1990年年中 美国经济陷入低迷 从技术上讲 1991年3月 衰退已结束 然而 经济的恢复速度缓慢 失业率仍不断上升 直到来年7月 制造业也没能完全恢复 而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 也漫长而痛苦 1992到1994年底的美国 弥漫着令人郁闷的氛围 美国士兵死在 索马里摩加迪沙的画面 在电视新闻中循环播放 工作机会流向墨西哥 加深了美国社会 对全球化和美国竞争力的忧虑 1992年 这股消极暗潮 把时任美国第41任总统的 老布什拉下了台 并为罗斯佩罗赢得了 近20%的民众选票